经过反复争论 美国最终还是加大了对华制裁的力度 酝酿了新的对华制裁法案 但这一法案却大大损害了美国商人们的利益 在中国优势面前 美国前驴即穷 用上了250年都未曾用过的闲招 大家好 我是郭月牧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最近美国在对华贸易制裁上 表现得十分反复 财务部长 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一众人等 吵得不可开交 一会说应该取消对华关税 来缓解美国近40年来的最高通胀 一会又说削减部分 但不能全部取消 拜登前脚刚对商务部下指示 评估哪些对华关税可以适当削减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后脚就开始高声反对 称不仅要制裁 还要更严格的制裁 中方对于这样的戏码早已见怪不惯 只是静静的看着 但没想到这个议题 沉寂了一段时间后 美国近横空出示了一个新的对华制裁法案 据美国媒体6月13日报道 美国国会正在计划推动一项立法 这一立法很可能改写 美国公司海外投资的规则 将尤其针对美国在竞争对手国家的投资 进行严格审查 比如中国 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技术 并重建关键供应链 具体做法就是要求美国的公司以及投资者 在第一时间披露新的对外投资 同时还要授权相关行政部门成立全新的跨部门机构 在必要的时候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 进行严格审查或者阻止投资 美国国会助理称 目前投资审查的范围已经确定在某些关键的特定的行业和技术领域 其中包括一些经美国权威部门认定过的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 例如半导体稀土元素 生物技术 人工智能 高超音速等 而这些技术被认为是有助于维持美国世界领先超级大国地位的存在 此外该法案还规定 如果有美国的实体及其附属机构 对拜登政府指定的重要行业有所涉及 就必须结实准确的向联邦政府通报在华活动 不仅如此 民主党和共和党中的两名参议员 还联合另外5名众议员发起了一份联合声明 该声明表示 建立外资审查机制非常重要 针对性强 事务巨细 多方统一 这次的对华制裁法案绝非一日之功 路透社表示 该法案的核心概念早已得到过拜登政府的内部支持 早在去年7月份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里文就曾宣称 美国政府或将计划进行一系列投资筛选 以确保美国在技术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然而在中国的实力面前 这些充满着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条框框 显得不堪一击 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仅今年前5个月 中国已经吸引外资877.7亿美元 其中美国这5个月的对华投资增长了近三成 2021年中国吸引外资总额创下新记录达到1790亿美元 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投资的热门选择 而在这些外资中 美国所占比例只增不减 更有趣的是 这一法案还引起了美国商界的强烈不满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痛批 称这种措施自建国250年来 真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兵刑险招 该委员会表示 这样的筛查不仅不会起到所谓的保护作用 反而会产生很多的不确定性 从而削弱美国的竞争力 如果美国固执起见 继续单方面的实施此类政府管制措施 将严重损害美国企业的灵活性和韧性 急着压制对手来彰显自己的绝对优势 却连调查都不做 围绕中国制裁 却对着自己国家的企业和投资人痛下杀手 看来美国真的是前驴即穷了 只是这样的法案 称的又是谁的心意呢 铁打的中国数据 就摆在眼前 通胀居高不下的美国难道一点都不慌吗 其实所谓保护美国核心技术和关键供应链的法案 符合的不过是美国政府中一小部分人的权益与投谋 美国人 美国商人和美国经济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这些人根本不在乎 他们在乎的只是能否绝对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表示 该法案对国家安全的概念进行了泛化 本质上是滥用国家权力 严重违背了国际经济贸易规则 真正的强者是自己历经图治 逐步成长为引领时代进步的楷模 而不是通过压制竞争对手来显得自己很有优势 真正核心的技术不是极度保护 而是通过交流和钻研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 真正的地位更不是扫清障碍后自己说了算 而是本事到了一定程度国际社会给出了充分认可 如果那天美国的思想终于开化了 那他恐怕会意识到现在做的事情是多么没有意义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